许多原生本地人都没有来过的永州博物馆 停车免费,门票免费,凭健康码,戴口罩就可以参观了 博物馆是每个城市最值得去的地方 价值几千万,甚至几亿的文物呢 竟然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 博物馆更是每个地方最直观,最有效率的索引了 只要花上一两个小时逛一圈 就能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个大致的了解 本期视频呢,更要极力浓缩一下 只要五分钟,带你逛遍完整版的永州博物馆 麻烦点个赞,订阅一下旅行中的安迪 再继续跟着我走啊 顺便说一句,当前疫情爆发的此起彼此的 可从没有确诊病例是发生在博物馆里面的 我疫情期间发了这么多博物馆的视频 除了保安,真的很少见到人 确实是非常安全的六娃约会 蹭WiFi的好地方 据说姚活到了121岁 顺呢,也活到了103岁 以现在医疗条件 普通人,哪怕是国家领导人 都活不到这岁数上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种永州人一定不会接受的说法 就是姚和顺 顺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两个人 而是指的两个部族 各自兴盛了百年左右 我们是更为兴盛的顺这个部族 接替了姚的部族 最早对于顺的文字记载 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孟子与中庸 那在这之前的传说是怎么说的呢 顺的崛起与兴盛 主要是在现在的河南区域 当前的永州呢 则是传说中顺驾崩的地方 因此永州古称玲玲 这个来源是这样 顺的两位妻子 鹅黄女婴千里寻夫 伤心落泪 原来玲玲的那个玲 指的是涕玲 就是落泪掉眼泪的那个意思 于是传说中葬了地顺的地方呢 就被称为玲玲 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边属于楚国的南部边境了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这里呢属于长沙郡 直到汉武帝的时候 才开始设了玲玲郡 然后在隋朝的时候呢 又设置了永州总管府 所以呢永州零零 都是指如今永州的这同一片土地 又因为呢 萧水与香水在永州的城区汇合 所以自古这边就雅称萧香 所以之前关于柳宗园的那期视频 在写我们的行程的时候 就会提到 单州苍武柳宗园 轻车肖乡月露山 而来过永州的人呢 都知道 玲玲当前只是永州的一个区 永州呢 除了玲玲区 还有东安县啦 冷水滩啦 七阳啦 新田啦 双排了等等 那这是因为在隋朝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 因为玲玲郡的西南有永山永水 所以将玲玲郡改成了永州的总管府 就是说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画这个名字呢 已经连续存在1400多年了 前面有一整个馆都是瑶族的介绍 因为永州呢 是中国瑶族人口最主要的聚集地之一 同时也是湖南省壮族人口最主要的聚集地 永州的江永县呢 还保存下中国最完整的女书文化 喜欢张子怡或者全志贤的影迷 一定也看过他们演的雪花与蜜善 讲的就是这边女书的传奇故事 永州的这个博物馆 仔细看下来的话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到 永州的这样几个文化密码 一 顺文化 这是传说中葬的地顺的地方 零零呢也因此得名 二 这里保存了几乎完整的女书文化 小提示现在终于可以传男了 三 柳宗园 你到永州不可能不了解柳宗园 想请看我另一期视频 四 是她的多民族 尤其是瑶族跟壮族的文化 五 它是萧水跟香水的汇合地 还没说这样子组合起来确实雅致